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,记者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多处建设工地,走进一线劳动者,倾听当前这片最具前景的热土上,劳动者的奋斗故事,感受他们的拼搏精神。 位于深圳的这个工地上,来自中建三局一公司的黄亚龙,1992年就从粤西茂名市老家来到深圳,27年过去了,现在他走在深圳的街头,自己参与建设的大厦、桥梁等建筑物随处可见,每次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游深圳的时候,随处都有他炫耀的资本。 黄亚龙说,其实对于深圳打工的劳动者,大家当初的理由都很简单。 就是为了家里的生活更好一点,提高的生活,自己走上小康,可以出来辛苦,也要继续地努力地干。 家里小孩读书,为了小孩要奋斗嘛,对不对? 现在黄亚龙正忙碌在中建三局一公司某总部大厦项目施工现场,这里属于深圳湾,与香港的元朗区隔海相望。 不久了将来,在这些建设者的手中,一座高约249米的塔楼将拔地而起,成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一部分。 像黄亚龙这样,一间单起整个家庭的建设者,是这里的劳动者最普遍的写照。 但在深圳前海的另一个工地上,老家湖北的胡光灵,她是一名施工升降机,起重司机,在不同楼层间接送施工伙伴。 她的家庭,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在为建设项目服务。 儿子、媳妇、老公都在这边,对,也上都是建设工的。 儿子大学毕业,然后在项目上嘛,都是工地上的。 胡光灵目前所参与的项目,名为红毅全球P1中心,目前正处于装修阶段。 建成后,将成为连接香港资本市场,调配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。 正是有这样不计其数的劳动者,在深圳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建设中挥洒汗水,奉献青春热血。 使得深圳具备了推进越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基础条件。 也正是在他们的手中,城市的版图不断向高空,向远方延伸。 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,也是见证者,更是对这片热图第一批实实在在地体验着。 我来深圳也二十多年了,从九月年开始,我来深圳的时候都是一些小山头, 还有小山头,小仪堂,开始那个路啊,什么都没有,没有,楼房也没多少。 因为我一直过来,我一直看到深圳,那个高楼一栋栋的起上来, 都有,因为这里深圳的脚步都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,看到过来的。 每一步起来都是我们亲眼所看到的。 以前这里全部就是海嘛,就是荒地什么的,现在起了很多高楼, 这边发展得很快的。 到时候这边他们说建好来后,好像算是小香港什么的, 比较繁华的这里,到时候建好来后,这里应该会很,这里应该会很,很好的。 尽管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,他们大概率还是要像往常一样挥汗如雨, 但在一个个平凡的身影中,依然有着他们不平凡的心声。 我努力地在这里做,也是为了家里面,也是为了祖国,也是为我自己努力地奋斗。 有,很自豪,因为我们付出的努力,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, 全世界人都看得到我们这个发展起来的,深圳。 五一节来定,感到很高兴,很幸福。 我也祝所有的劳动节,幸福快乐。 节目